记者陈嫌疑台东报道 台东林姓男子应杰之行动不便 独自一人驾乘电动代步车就依 为了返家途中电动车电量耗尽 受控路边不知如何是好 台东警分局中心锁警巡逻途径 脱步推车护送林南回家 路人看见赞叹最美的风景 网友称许人民保姆就感情 有你们真好 中心派出所警员黄元红 陈玉婷昨晚执行巡逻情物 巡经中华路与正起路口时 发现一部电动代步车停于路旁 因往来车辆众多恐危机安全 立即上前关心 我的电动车部没有电了 预警温情探问 原本不知所措的林南如是重负 南违的情说刚从马歇医院就诊结束 未料出发现书与检视电动车续电量 返家途中电量耗尽因而受控路旁 得知林南脚不截肢 心动不变 平日得以电动车代步 两警爱心大战放 一人徒步推车 一人开车跟随 一同将林南护送回600公尺远的住处 街灯下看见穿着制服的警察徒步推车 帮助林南顺利返家 路人竖起大拇指 街坊邻居同赞声 警察是人民保姆 你们做了最好的权益 真的好暖心 有你们真好 人民的好保姆求感性警察协助之帐 民众推中画面被PO上网 网友赞不绝口 二警低调表示 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